很开心 终于毕业了 我仅代表北京语言大学 向即将毕业的同学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同学们毕业快乐 前程似锦 梦想成真 我毕业了以后要去赚钱 我说开了自己的公司 在广州也一家公司 然后我打算在北京 还在开一个公司 我从阿里就连开始做这个工作 中央的钱是差不多 差一点到一百个人民币 我在杭州找到的一份工作 我觉得感觉还是蛮合适的 是翻译相关的 我们那家公司是贸易公司 我们是从中国出口的 然后到欧美国家 或者说非洲 很早之前我就打算 毕业之后就留在中国发展 工作的机会可能比较多 我现在一共就会说五美语言 就是除了我母语 阿拉伯语 然后还会说法语 英语 中文 还有一点质疑 去年我在广州 兼职工作 就是收到智力出口上的水果 然后遇到我现在的老板 我们很想要我跟他们工作 我负责的是在中国的销售 在广州我会负责几个客户 每天要看货 去水果市场看货 看价格 就是我们的智力营桃 在中国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体会也会很多 比如说我去一个公社 服务他们会非常好 他们会给你买飞机票 给你租一个酒店什么的 都会给你安排 就来就行 从我的国家可以找到一个客户 找到客户以后 就叫他们来中国 帮助他们买货 找到他们需要的货 然后就给他们送到到阿尔及利亚 有服装 电子商品 比如说电脑 手机什么的 我希望我的公司 对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有帮助 我们一起赚钱 共产赚钱 我赚钱 很开心 我之前就是演艺的时候 在自己国家也做过外貌的 那个时候我是负责亚洲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 很多中国供应商 短袖 短裤 这些鞋子 都有汽车方面的 有MG 有BYD 有基里 欧洲的车进口的比较贵 然后在图尼斯买的也达个比较高 中国的汽车性价比还是蛮好的 这个有一点酷酷的味道 有一点点画香和国香 其实我去过好多地方好多城市 有一些茶叶我都喝过 我就感觉都好喝 我最喜欢的就是茉莉花茶 杭州那边有一个安基百茶 特别想喝 大盆基 牛肉面 有些那个新鲜菜非常好吃的 我学过的乌鲁木齐 伊利 阿克苏 卡什卡 都学习中国的阿尔及利人 越来越多现在 他们用那个YouTube上 Instagram 他们就看中国是怎么样的 然后看中国的文化 我们现在比较理解中国是怎么样的国家 我真的热爱中国 热爱中国的文化